山东 安徽 河南等省 抗击清华日军进攻的作战 如著名的台尔庄战役 只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 影像中的炮弹 是法制1897式75毫米野战加农炮 这个部队应该是一战区的直属炮队 独立炮兵第九团 开战的时候归属于汤恩伯的第31级团军 这个团原本是梁观英头奖时代区的西北军直属炮队 后来从32师化出来 不过这炮也不是西北军买的 而是直辱联军张大师人 从意大利到严那里逃来的意大利二手货 现场炮火云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航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 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重要的会战 徐州会战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历史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 徐州会战指1938年1月至6月间 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 山东 安徽 河南等省防御清华日军攻势的作战 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重要的会战 日本军队于1937年12月13日 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之后 继续挥军北上 而另一股日军亦从华北方向南下 意图打通金浦县 中日两国军队 以徐州为中心展开一系列激战 其中 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 因为间日军一万余人 另有约5800人一说 史称之为台儿庄大姐 1937年12月 日军于华中战场占领南京后并未退兵 第13师团北渡长江 推进至安徽池河东岸的偶塘 明光一线 侵略华北的日军 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从山东倾城 济阳间南渡黄河 占领济南后 进至济宁 蒙英 青岛一线 日本大本营未打通金浦铁路 使南北战场连城一片 先后调集八个师团另三个旅 两个支队相当于屡约24万人 分别由华中派遣军 1938年2月18日由华中方面军改编 司令官田军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受益指挥 实行南北对境 计划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递徐州 然后沿龙海铁路兰州到连云港 西举郑州 再沿平汉铁路 北京到汉口 南夺武汉 上面的说法为中方对徐州会战的战略推想 但以目前的日本资料显示 大本营当时并不具完整的作战方案 因此在1938年1月6日 竟为声明表达 不将国民政府示威对手 关闭中日台面上的谈话窗口后 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陷入僵局 1938年初 日本国内动员整军尚未完成 缺乏兵力扩张战线 在1938年2月16日的天皇狱前会议中 参谋本部表达也不希望 在1938年夏季以前发动军事行动的意见 参谋本部的想法仍希望1938年先巩固战线 等1939年发动大规模作战 虽然北支派遣军与中支派遣军 提出打通金谱线将南北战场连通遗弃的方案 但这下案子并没有被国内参谋本部许可 不过日军前线的方针与国内相左 因此很快的日军指挥官就纵容部队发动攻势 为此日本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河边虎四郎中校府中国协调说明不扩大方针 但最终失败 在1938年3月1日返国后被调至冰松陆军飞行学校担任教官 实质上等同流放 继任的稻田正纯中校因此尊重前线指挥官意见 让前线部队推进 这也为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前期有效的反击日军营造了可乘之机 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先后调集64个师令三个履约60万人 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 抗击北线日军南范 一部兵力部署于金浦铁路南段 阻止南线日军北进 以确保徐州 战役初期蒋介石将原本许诺调配给韩复区的重炮旅 重新调配到汤恩伯部 山东省主席韩复举未保存实力 放弃在山东部署已久的黄河防线 使得日军在1938年3月初即占领山东省会济南 这次抗命撤退致使金浦县大门洞开 日军由几股连接率领的第十师团城市南下 连克泰安 锦宁 大问口 并使得山东省北部遭到日军占领 1938年1月26日 日军第十三师团向安徽凤阳 蹦步进攻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 指挥徐州以南地区作战 首军第十一集团军 第三十一军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 向定远 凤阳以西撤退 至二月三日 日军先后攻战林淮关 蹦步 九日至十日 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分别在蹦步 林淮关强渡淮河 向北岸发起进攻 中国军队中原东北军改变的第五十一军 在军长渔学中率领下 与日军展开激战 淮河两岸敌我阵地反复一手 双方速度展开白刃战 淮河被染成血河 五十一军与敌激战十天后 第五战区 以第五十九军军长张子忠率部持援 禁止固阵地区 协同第五十一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 同时 在淮河南岸 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如桥地区 第七军协同第三十一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策后 破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 第五十九 第五十一军城市反攻 至三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 第三十一军选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 双方隔阂对峙 后五十一军 五十九军奉命到北线支援 淮河仍由三十一军固守 直至掩护徐州会战的中国军队全部安全转移 二月下旬 日军第二集团军开始分路南范 东陆第五士团从山东围县经围方南下 连线移水 举县 日照 直扑临河 国军第三军团第四十军等部节节抵抗 第五十九军奉命持援 三月十二日到达临河北角的一河西岸 协同第四十军实施反击 击战五昼夜 重创日军 迫弃向举县撤退 西陆日军第十士团赖骨支队 相当于旅从锦宁地区西渡运河 向嘉祥进攻 遭第三集团军顽强抵抗 进攻受挫 赖骨支队沿津铺铁路南进 北陆日军击鼓师团不带东南两路日军的配合 三月十四日由邹县经邹城以南的两下殿南下 三月十五日进攻腾县京腾州 计划攻陷腾县后南下徐州 守军第二十二集团军 第四十一军英勇抗击 伤亡甚重 苦战至十七日 该军守城的第一百二十二十师长王明章训国 腾县失守 另一股日军百元征四郎所领导的第五师团 则趁虚从郊东半岛登陆 占领青岛后 右沿郊际县攻打鲁南军事重镇林仪 中国守军庞炳勋所部第四十军与日军展开激战 后张自中一部 集五十七军一百一十一师三百三十三缕增援林仪 与庞炳勋所部前后加攻 暂时打退进攻林仪的日本军 三月二十日 日军第四师团赖骨支队南进连线林城 金靴城 藻庄 寒庄后 孤军深入 向台儿庄突进 台儿庄为徐州水 陆运输大动脉的关键地 如遭占领徐州的防御将更为艰难 李宗仁决定恶守金航大运河 河北要塞台儿庄 在当地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决战 李宗仁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 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率部 让开金谱铁路正面 转入兰陵及其西北云谷山区 右地深入 待机破敌 三月二十三日 日军由早庄南下 在台儿庄北侧的康庄 尼沟地区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 二十四日起 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 多次攻入庄内 守军第二集团军顽强抗击 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第五战区以第二十军团主力向台儿庄激动 府敌侧背 与第二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 并令第三集团军禁止临城 早庄以北 断敌后路 日军未解台儿庄正面之威 素以第五式版本支队相当于团从林一池源 禁至兰陵北面的秋湖地区 即被第二十军团第五十二军卷击包围 由于张自中第五十九军 庞炳勋第四十军的通力合作化解日军冲力 让汤恩伯第二十军团 庞炳勋第四十军 炳勋第五十军团 炳勋第四十七军团 炳勋第四十军团 炳河 Whereas 炳 F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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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